在美国最近你会发现 它有两手策略都一直在做 一边是美国预计在 拜登总统下一次的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之前 会去宣布原来的 2022的那个晶片法案的 390亿的补贴会给些什么人 那目前已经知道的 当然我们知道TSMC Samsung在那里 它最近给的是一个 比较小的公司 同时像美光这些都还是可能 所以大概很快就会说了 所以它一边说呢 会用390亿来补贴 这个晶片产业 那另外一边呢 雷蒙多所讲的就是 云丹服务 它主要是在明天 就是29号它就会宣布 目前他们的要求跟银行很像 它要求呢 这些公司要去做KYC 就是要知道它的客人是什么人 然后要把这个客户 有没有可能使用美国的资料中心 去训练它的AI 而使得它对美国有威胁 这件事情呢要去回报 好 我讲明白一点 如果你要做KYC 那就是所有的美国的公司 要跟所有的人做生意的时候 它要先去查证它的客户 除了客户本身 客户背后的股东 它跟什么人有关系 就像银行 你现在去开户很复杂的KYC呢 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对于美国的企业 要跟其他人做生意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门槛 因为其他人也可以选择 不跟你做生意啊 好 那第二个呢 不但是你要做KYC 你要知道这个客户 同时你还要去判断 它有没有可能用美国的资料中心 去训练它的AI 不但是要判断 还要回报 所以事实上呢是一 二 三 有三个阶段对于美国的企业来说 在未来的云端和大数据这个地方呢 创造了美国自己的壁垒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大家听它讲得很轻巧 就是一下就带过去了 说不要对美国有影响 但是执行下来呢 就会像是在银行 包含了你现在在用那个Swift的系统 我们都很知道 你要去转账啊 交易啊 其中有一个又一个的关卡 并且受到各种监督呢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作为 所以我们大家明天可以看 它细节呢会做到什么程度 但是它至少已经说了要去做KYC 所以我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这是一个还蛮大的事 那另外就是说 我记得好像是川普说 以前我们是百分之百 都是我们制造啊 现在百分之九十的晶片 都是在台湾制造 可是请问台湾台积电 谁给台积电的订单呢 谁下单给台积电呢 当然是美国你这些了不起的公司 从Intel的最上层的结构 一路到设计公司觉得 自己做呢又慢又划不来 不如让台积电来做 同时尤其是在设计的这一边 你tap out出去的东西 台积电可以很快的告诉你说 我可以用这个这个这个拼起来 在什么时间之间交货 那你回去还可以做修正 对于设计者像灰达NVIDIA来讲 这样的伙伴你到哪里去找 Intel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刚刚我就特别挑了一个图 这个图是这样 自从有了这个芯片法案之后呢 就是那个要补贴391的这件事情 表面上看起来还蛮了不起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光是台积电2024年 一年它要做的资本支出 就是280亿到320亿美元 所以美国的补贴总共是390 那现在已经确定要在美国 去建立它的这个基地呢 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Intel 那它是刚才讲了要投资435亿的 第二个呢是TSMC 大家知道是主要是在Phoenix 在这里它是说要投资400亿的 然后Samsung呢是说要投资173亿的 那么Samsung完了以后 像这个Micron啊这些 这边写的都是就业人口 可是我们不太确定 Micron到底会做多少 那另外一个大的就会是 TI Texas Instruments 这样子看起来 390亿的补贴是不可能创造一个 美国的新的庞大的实体的 一个晶片产业的 同样的 日本人当然可以说它车子做得很好 因为我还记得以前日本车 打败美国车 就是它在细节的地方做得非常好 但是世代不同了 时间也不同了 我们仔细去想想看 电动车呢里面就只有五个系统 它跟你以前想象的车 是完全不一样的 电池系统 充电系统 车用电子系统 马达系统 最后一个是车身系统 所以车身系统呢 看那个HONDA说 你看我的多漂亮啊 这些东西 是五个系统里面的一个 那这是我们台湾 应该是风云 就是永风证券他们的一个 他们做的图 就是最近画的图 就是从成本来讲 电池系统呢 是它里面最大的一部分 而那个它漂亮不漂亮的 这个内装的部分呢 是16%的成本 而且16%的成本 就好像譬如说 你要用一个门的把手啊 你要用一个小小的 里面的灯泡啊 这些地方的供应链跟制造链 产业链在哪里 在中国大陆 所以谁的成本会比较低 中国大陆的 今天无论是马斯特也好 日企或者是德企 当你们进入了一个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汽车 以前那个大的钢铁的 外面的部分呢 是最小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部分是电池的时候 那你就要回头 从头去竞争 而电池的部分 中国大陆的竞争优势是 没有人可以挑战的 不但是 以前不能挑战 现在甚至他们在讨论 未来在车顶呢 就用光伏 就是用那个钙钛矿做的那种软的光伏系统 然后再加上了那个电池 就是连在一起以后 它这个车可以一边走 一边充电 一边发电 一边充电 像这些东西就是从上中下游 完整的重新去设计一辆 EV的这些概念里面的 每一个部分 最强的都是在中国大陆 所以马斯特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好好的找到他的策略伙伴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不要被拉到太后面去 在他能够竞争的地方竞争 不过大家也不用太替他担心 因为虽然他的股价跌了很多 我最近查了一下 就是礼拜五的时候呢 他的PE 礼拜五的PE 应该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马上就可以找给大家 礼拜五的时候 他的PE还是42倍 做一个比较吧 就传统的福特这种车子的PE是7倍 那我们也不要太替Intel担心 我们觉得TSMC很厉害 做了90%的晶片 但事实上我们是在一个比较低 负加价值的部分 Intel礼拜五的PE是22倍 猜猜看Intel是多少 130倍 所以说西方的科技 跟他的资本市场 现在还是获得最大利益的一方 他利用了别人廉价的制造 好的良率 事实上创造了他自己 更高的企业价值 所以无论是特朗普也好 或者是雷蒙多也好 他们现在讲的话 其实是不懂产业的外行话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任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谢谢大家 我们等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际 感谢观看